我以為可以幫我們回應一下 就是 執行黨要提名吳京在這個選擇 我想所有的支持者 尤其是我們綠營的 大家都希望能夠團結 尤其是在內湖南港 傳統就是藍大於綠 那如果綠營分裂的話 等於就是保送國民黨 這個是輕痛愁快 也是我們支持者不願意看到的 今天早上我們在市場 遇到很多朋友 都跟我們講說 一定要整合 所以我也都釋放善意 希望能夠用民調整合出一個 最強的候選人 絕對不能讓國民黨躺著選 也不能讓國民黨保送 那你可以看到李彥秀半年選了三次 選了議員 又選了議長 又想要選立委 就是看準了現在 民進黨綠營分裂 那國民黨可以躺著選 所以呢有恃無恐 才會這麼囂張 這些都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吳興代在去年市議員的選舉 短短兩三個月 其實選得非常不錯 最近無論是網路的聲量 還有他提出的很多議題 包括他的 他職業的角色其實是 我關注的地方上 其實是有很多討論的聲音 那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可敬的對手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 港湖如果是三哈都的局面 那就是大家各自努力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一步一腳印 把我過去二十多年來 對港湖的建設 對港湖未來的想法 說清楚講明白 那也讓港湖的民眾 有最後選擇的機會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那你覺得對於高嘉瑜的了解 就是他最近好像有比較偏回綠營 比較沒有做他自己這樣的感覺嗎 高委員長期在基層 無論是綠營的聲音 他就是一個投機的立法委員 無論是在媒體上很多論述 但是到異常表決 其實又是不同的手法 長期的玩兩面手法 所以無論是讓他們自己黨內的同志 唾棄或批評他為投機立委 這是高委員他自己的選擇 初遇了 我 provider pieces 這個天誦 解決 努力 是 除了